气温骤降 集中生智 穿上棉被的火箭能否达到规定温度 发射在即 蜻蜓聚集 面对数千只不速之客 他们如何处理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李海宇 为了神剑腾飞 我叫李海宇 现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地面扇工程师 在工作中我信奉一句话 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载人航天 人命关天 飞船发射 这项伟大的工程要求我们要有严谨 扎实的工作做法 在担任塔琴平台专业指挥的八年时间里 我精心组织指挥 确保任务中不出现一例指挥失误 和人为操作差错 我的工作不仅培养了我缜密的心思 还让我变得坚韧不拔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 我见证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之挥洒了自己的热血汗水 当挥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横空而起时 我由衷地感到 身为一名航天兵的骄傲与自豪 我享受着工作带给自己的满足感 并始终坚信 难而不展风云制 空腹天生八尺区 载人航天工程由航天员飞船应用 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 测控通信着陆场等七大系统组成 地面站虽然是发射场系统当中的一个小部门 但火箭进场组装 测试转运发射等每个环节 都离不开他们的保障 李海宇作为工程师 地面站每次执行任务 他都要在现场进行监督和技术把关 他的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但是干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正在起调的是天工二号攻坚实验站 他即将被送往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与长征2F运载火箭进行对接 李海宇的工作是检查监控 整个火箭组装的过程 我们对于我们地面站的工作来讲的话 就是今天完成了大部分 目前先是剩的 最后把这个吊栏进行分解 卸下去之后 最后将我们那个平台厅展开 为这个其他测试员提供工作面 对于整个吊栏工作来讲的话 今天已经由我们的三流厂房 转到我们这边进行对接 这个工作基本上也算完成了 螺栓固定后 天工二号和运载火箭对接就算完成 航天器都是尖端科技的结晶 大道舰体外壳 小道内部元器件 都是精心设计 精确制作 精密组装的 操作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飞船和火箭组装 不仅需要娴熟的技术 更关键的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和缜密细致的工作态度 天工二号在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完成对接后 接下来将垂直转运至1500米外的发射架 而李海宇的工作重点也随着转移到了这里 在东风航天城最鲜明的标志就是被誉为通天塔的火箭发射架 不少人都认为通天塔是给火箭做支撑的 其实火箭是依靠自身几百吨的体重处立在这里的 发射架只是为火箭发射做最后准备工作的平台 曾经在发射架平台指挥岗位上干了八年的李海宇 对于这里的每一项操作都十分熟悉 目前的状态是为了迎接下一步天工转运过来之前的一些状态准备 包括上面的一些有没有干涉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密封 卫生清理 主要现在目前的话主要是准备工作 火箭转运过来之前我们要摆所有的平台和这个摆杆要全部摆开 作为一个转运的一个迎接火箭过来的状态 你下方那个飞船那个就是咱们摆杆也是也往两边撇吗 也飞出来的 对 拖插你的位置呢 肯定不一样 拖插位置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星期一的话 它的拖插火车的百杆多了一个 拖插是两百 两个那个方向 发射塔架是火箭升空前最后的居所 李海宇和这座钢铁铸成的火箭之潮 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和自己的爱人 199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海宇被特招入伍来到了大漠戈壁中的东风城 一到塔架之后呢 看见因为这个夜间 这个塔架灯照着 所以塔架非常高大 非常雄伟 给自己的感觉好像说是很渺小 到了塔上之后 我们要求不允许碰产品 我们到飞船的一组平台上一看 一个大大的国旗 自己感觉非常自豪 自己偷偷有些人摸了一下 虽然不能摸 确实也偷偷摸了一下 李海宇报到后的第四天 正好赶上神舟一号发射 初来乍到的塔 幸运地目睹了整个发射过程 当神舟二号发射时 他已经担任了发射塔架的平台系统指挥 接着他又护送神舟三号顺利升空 但是在2002年的12月份 神舟四号准备发射时 李海宇却遇到了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神舟四号预定发射的前四天 蚕食的各大系统都进入到倒计时状态 远洋测量船队到达预定海域 发射窗口已经确定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覆盖了整个航天城 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 而按照火箭发射规定 环境温度不能低于零下10摄氏度 尽管发射塔经过风箱改造 安装了空调 但塔内温度也只能维持在 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原来前三次的发射没有到这么低温 这种环境恶劣的天气 已经超过了我们火箭发射的要求 要求这个指标 对咱们漏风啊 这种就是说是密封不严的地方 还是就是用这种棉沙啊 海绵啊这种就是说是透明胶带 这种方式来进行作严 但是后来呢 就是说温度呢 还是达不到要求 温度达不到要求 火箭发动机管路材质 发生变化 点火时将会导致管路破裂 李海宇他们用空调的热风 直接对着发动机吹 效果却并不明显 李海宇他们决定采用 给火箭盖被子的土办法 于是迅速调来了200床棉被 但是按照技术要求 被子不能直接盖在火箭上 必须和火箭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整个火箭直径3.35米 四个助推器的直径分别为2.25米 要把这些全部包裹起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200床棉被 分别做成几个大袋子 不能去碰箭体 这样的话我们那些被子的话 就是说这些人员 最后要包裹这个发动机位置 肯定要触碰这些箭体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箭体 就助推器呢表面是光滑的 它是没有就是说咱们这些 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有些螺酸 让你去挂这些位置 用棉被给火箭保温 这恐怕在国内外航天发射室上 都从未有过 那如何在不触碰箭体的情况下 把被子盖好 这给现场指挥员李海宇出了个难题 连接的话这样里面就是面临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可能要带一些钳子 还有一些细解丝 我们在剪裁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是要防止我们的工具碰到箭体 专门我们要指定现场指定专人负责 我们四周是用软绳子进行连接的 这些绳子呢 一个是防止把这个箭体给它碰坏 就是这个绳子的话 不会造成这个对箭体进行伤害 盖上被子的火箭渐渐暖和起来 温度终于上升至发射要求 如何在火箭发射前30分钟 撤收棉被 考验着李海宇 在最后撤收过程中 那么我们时间原来是非常紧张 那么突然多出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撤收的这个速度 内容能不能完成 影响我们就是说对设备的操作 作为塔架平台指挥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规定的时间 分秒不差的开合塔架 指挥部要求火箭身上裹的棉被 只能在开启塔架前五分钟撤收 这无疑给李海宇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那么我们怎么撤收 我们再一个他就是说 在撤收过程中呢 有可能是棉被比较大 或者是抱的过程中 一个是容易人 容易踩到被子上 再好人去摔伤 再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会不会脚底下看不着 因为抱被子的风中 每个人抱一抱 可能看不着脚底下 会不会把别人电缆碰了 撤被子不仅给李海宇增加了任务量 还给他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 作为航天工作者 谁都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工作进度 延误火箭发射的时间 开启塔架 意味着神线发射准备就绪 如果塔架打不开 将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打不开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我们这些 整个场地这些人员啊 都摆断 同时我们海上的一些测量船啊 这现在应该是都到位了 那么的话会影响整个其他系统 其实在给火箭裹棉被时 李海宇就想到了撤收的问题 他将人员和棉被逐一进行编号 每床被子安排专人负责 并要求谁带上塔架的物品 到时候谁再负责撤下来 经过李海宇的周密安排 塔架在规定时间内打开了 2002年12月30日 神州四号飞船顺利发射 李海宇他们创造了我国超低温航天发射的记录 我叫李海宇 现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地面扇工程师 我的工作不仅培养了我缜密的心思 还让我变得坚韧不乏 从神州一号到神州十一号 我见证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之挥洒了自己的热血汗水 当挥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腾红而起时 我由衷地感到身为一名航天命的骄傲 自豪 我享受着工作带给自己的满足感 并始终坚信 难而不展风云至空腹天生发持续 《军与人生》正在播出 李海宇为了神剑腾飞 航天发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 所涵盖的专业范围之广 技术难度之大 一般人难以想象 人们看到的是火箭腾飞的壮观 感受到的是发射成功的喜悦 但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 航天工程师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 难以预料的困难 李海宇作为发射架平台的指挥员 每一次发射都会时刻准备 应对随时出现的复杂局面 2006年10月7日 已经组装完毕的神舟六号 开始从技术区向发射区转运 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四只喜鹊飞到了火箭上方 都说喜鹊是吉祥之鸟 大家也都期待着它们能够带来好运 没有想到的是 火箭转运到位后 却来了一群独速之客 平台核脑之后 我突然发现就好多这种小的蜻蜓 一大部分就是落在这个舰体上了 就落在这个火箭上 所有就是吉祥哥拉的那种地方 就有好多的蜻蜓 特别多 在干燥的戈壁上 蜻蜓本来就很少见 却突然在塔架内出现了上千只 的确令人费解 蜻蜓如果进入舰体 那就成了定时炸弹 要是进入飞船内 就成为了边外航天员了 无论哪种情况 后果都是极为严重 李海宇接到的命令 是必须立即清除所有蜻蜓 想用那个杀虫剂 就是咱们平时那个喷雾气 想摆的那个灭杀 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这一组呢 主要是第三组是飞船的一组呢 是特别多 正好是航天员进舱的一组 如果这里面出现一些 一些这个药物啊 环境造成污渣了 我们不能想到 就是拿这种苍蝇喷啊 啥的可以打啊 拿地抹布什么打着都做 但后来呢 还是感觉呢 就是这样就是说 打的时候如果是在 在这个壁板上 可能打也能也能行 如果说他有些蜻蜓 他就在这个飞船上落着 就飞船的这个密壁上落着 打呢 万一失手就还是 想飞船上的揣改器啊啥 比较伤到揣改器啥的 所以说还是也不能打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是靠胆 就是最原始的办法 就是靠人做 往来这个有用胶带去粘它 就是可能 打的时候可能弄不好 而且胶带一粘 这样的话就是 对舰体也没有伤害 所以的话 这完了同时 这个蜻蜓还粘到 这个胶带上 李海宇带领他的团队 用了三天的时间 才把蜻蜓全部抓完 最后他还是不放心 自己举着照明灯 把塔架内的脚脚落落 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五遍 最终在规定时间内 确保了神舟六号的顺利发射 从1997年特招入伍来到戈壁潭 李海宇保障了数十次火箭发射 没有一次因为塔架故障影响火箭发射 而这都得益于李海宇 心细如发的性格 和史智航天的责任 如今作为地面站的工程师 李海宇负责整个火箭发射 地面勤务保障的技术指导 所设计的范围更广 专业更多 责任更大 心也要更细 今天天宫二号船舰总装完成 开始由技术区向发射区转运 李海宇依然早早地来到现场 监督着每一个环节 每一步操作 转运专业地完成发射的一些操作 现场的一些状态检查 那么等到器械组合体 全部转到发射区之后 相应的这个塔琴平台的专业的人员 就开始进行工作 进行平台的合拢 保温的设置 最后转化为正常的供电供气 一些的相互空调的相互楼 在蓝天白云下 硕大的长征2F火箭 托举着天宫二号 缓缓地踏上了征程 为它保驾护航的人群中 李海宇显得格外轻松 每一次火箭发射 李海宇他们都要经历 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 把火箭这个400多吨的庞然大物 从地球送到数百公里制摇的浩瀚太空 看似靠的是发动机的推力 其实是数亿万计的航天人 用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的工作态度 托举着飞船升空 而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 才使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 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距离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东风航天城 带您去认识一位火车驾驶员张慧道 听他讲运输飞船背后的故事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从一名新兵到一级军事长 270公里铁路线 见证了他的不断成长 从神州一号到神州十一号 专列运输任务 承载了他的情怀与梦想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张慧道 我在航天城开军令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